好,资料验证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下拉式选单 还有资料如果在 就是说我们先做个验证 就是在人家输入这个资料之后避免错误 我们先做一组资料让人家选择 好,就下拉式选单 就到资料验证里面 比如说像这一题 请在这个性别选行栏位 要加上下拉式选单让人家输入 就不要让人家直接填,可以用选的 好,那我们再设定下拉式选单的时候 我们要先选取范围 在性别栏位先选起来 好,然后执行资料里面的这个资料验证 好,资料验证打开 好,那这里可以设定储存格内允许 原本是任意值嘛 就是可以输入任意值 那你把它改成是这个清单 好,清单 清单的来源可以从这边输入进去 好,就先设定好答案的 让人家选择 没有办法自己填 好,那性别嘛 我们就写上 好,那中间要用逗号隔开 那逗号是半型的逗号 不是全型的 全型的逗号是在中间大的 中文字的逗号 这个是半型的 半型的逗号 好,半型逗号把它隔开来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看 我滑鼠一到旁边就可以选 有没有 就可以这样选 好,就叫下拉式选单 这资料验证里面的功能 好,那旁边的选行也是一样 先选取范围 好,资料验证里面的功能 好,储存格内允许 好,清单 好,那清单来源自己输入 好,或者是用贿赂的 那这边没有可以贿赂 我们就自己打上去 好,中间要用逗号 半型逗号 好,A型 还有什么,B型 好,AB型 然后O型 没有了,RG 这么详细 好,比如说这样就好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有没有 就可以选 对,就是先把答案做好 让人家选择 好,这叫下拉式选单 那下拉式选单的功能 从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去执行 好,允许储存格内执行清单 好,然后清单来源就是 直接在这边输入 中间要用这个半型逗号隔开来 好,来试试看 好,来试试看